所以日本有个老和尚 前年往生 往生的时候就是103岁 我跟他见过两次面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告诉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我听了就吓一跳 他怎么会说这个话 有道理啊 说得不错啊 我离开的时候 他的徒弟乔本 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 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说过这个话 为什么见了你说这个话 大概老和尚知道 我跟很多宗教接触 搞多元宗教 跟我说这个话 所以也提醒了我 观世音菩萨32印 32个面孔 不应该化成一样的 要化成全世界各种不同民族的人像 各种不同圣人 不同宗教的圣人画他们的像 哦 才晓得 都是观世音菩萨变现出来的 那么宗教就一架了 宗教就一提了 这在理上绝对讲得通 画画的人啊 舒服了 舒服了 这32个面孔的意思 32代表 所有不同的面孔 不同的宗教 那我们细心去看 宗教的今天 能看得出来 它有个中心思想 每一个宗教都有的 这个思想就是爱 无论哪个宗教 都说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他们说崇拜 婆罗门的大凡天 没有不爱世人 佛教将慈悲 中国儒家将仁义 那统统能贯通 那统统能贯通啊 优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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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